各位麦子学人的同学,大家好 这一节主要讲解照片编辑扩展 这个demo我们主要完成以下功能 我们在照片应用里面打开一张照片 然后在这张照片上面添加一个文字 然后再将这张照片写回我们的照片应用当中 接下来我们来建立一个demo 同样我们可以添加一个target 添加了扩展类型选择照片编辑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扩展同样是增加了三个文件 然后在它的info文件当中 我们可以找到更多的信息 然后这里是一些属性 然后这里是支持的多媒体类型 然后它是一个宿主 然后可以是图片 可以是视频 然后现在我们在这个demo当中 我们只完成一个跟图片有关的一个功能 那么这儿就只支持图片 然后这一个就是实现的是一个 一个viewcontroller 然后我们可以将它运行一下 然后顺便把模拟器启动起来 好 在它启动模拟器的时候 我们再讲一点其他的东西 然后在这个viewcontroller当中呢 我们实现了这样一个协议 然后这个content editingcontroller 这个主要是有如下的 一二三四五个方法 我们分别来看一下 第一个方法 就是是否能够处理这些更改的数据 然后这个什么意思呢 因为我们的我们的照片编辑扩展呢 它是可以支持历史数据的 你比方说 我这一次编辑到一 编辑一张照片 然后到一定的程度之后 因为某种原因退出了或者怎样 然后当我们下一次再使用同 相同的这个照片扩展应用 编辑照片 照片编辑扩展的时候 它就可以读取到你以前所保存的进度 你可以选择是否恢复到以前的这个进度 或者是同样语言的 或者再次从头开始编辑 这是这么一个回事 然后看一下它的参数 然后它的参数呢 就可能可能是一些 带有你之前保存下来的一些数据 数据形式 而且是你自己的数据形式 接着我们看一下第二个函数 第二个函数是我们开始编 开始进行编辑处理的时候 它会进行一些初始化的操作 另外一个是当我们点击完成的时候 那么会进行一定的操作 然后接着倒数第二个 是我们的取消编辑的一个操作 最后一个函数 我们看一下 是否应该显示这个取消的配置 然后它这一句英文意思大概就是讲 我们会给用户 当我们点击取消或者点击保存 保存的时候 那么我会我们会给用户一个提示 我们是否执行这个操作 它会弹出一个 弹出一个菜单 让你选择 然后现在它可能是统一的实现的 Alert Alert VuController 这么一个东西 然后接着我们再看一下 哎 模拟器已经启动起来了 我们可以先运行一下 好 我们现在选择照片应用 选择一张照片 我们现在选择编辑它 当我们选择编辑的时候 大家可能注意 大家寻找一下这个图标 然后三个点的这个图标 然后如果你是系统的版本不一样的话 它有可能是出现在右下角这个位置 然后我们找一下 它弹出了一个东西 它的这个列表 当我们点 我再 我再操作一遍 当我们点击它的时候 就可以出现一些 支持这些照片编辑扩展的这么一些应用 然后我们选 选择它 哎 它已经 我们来看一下另外一个地方了 它跟我们的故事版是差不多的 说明说明我们的扩展是正常运行的 接着我们点击Done 那么已经处理完了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增加更多的内容 然后我们把这个Handware去掉 我们在中间增加一张图片 然后这一部分我们 我们可以使用它故事版提供的约束来完成这些操作 可以减少一定的代码量 然后接着我们再增加一个text 哎 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在这输入一个文字 然后这张图片是我们从我们我们自己选择的那张照片 然后我们在这个地方会输入一个文字 当我们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文字呢 渲染到这张图片图片上去 然后我们这就是渲染 我们改一下 然后我们再进行一定都 AutoLayout的操作 然后左边一个 大家可以略过这一部分的内容 然后因为它并没有太大的 跟我们的扩展其实关系不太大 但是因为大家都熟悉 然后我先完成一个 还有一个 OK 谢谢 应该 尹 同 明 然后大概意思就是他与左边右边和下下底部的一个距离 然后他的高度是固定的 然后另外这个输入框的时候左右是距离和上面就是固定的 然后这个按钮的距离和他的数字框的高度的间隔是固定的 然后我们再增加一个他跟左跟右边的距离 基本上就可以完整的确认这个UI了 他没有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他没有一个警告提示 那说明我们的UI基本上是OK的 那我们再修改一下他的返回按钮的内心 我们为档 然后接着我们再把它添加到 首先我们第一个天然是张图片 然后我们叫做MIGA OK 然后这个TextField 然后接着是按钮 朝按钮部分 好我们现在UI部分我就暂时不多说 然后我们直接来看一下跟扩展有关的一些核心的东西 然后现在他在这儿已经重写了 重在了这么这些函数 sorry说错了 实行了这个协议所规定的这些函数 函数方法 然后接着我们从第一个函数开始看 他是否支持一定的数据恢复这样的操作 因为他涉及到很多复杂的很多很多复杂的问题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去扩展它 然后我们你你当你判断这个 这一个因为因为一张图片 他可能是使用扩展A进行编辑 使用扩展B进行编辑 使用扩展C进行编辑 所以说他保存了很多份数据 所以呢 你要判断一下 这个保存的数据 是不是由你的这个扩展进行编辑的 那么怎么去判断这些东西呢 那么我就要从这个 那个Adjustment这个Deter这个数据里面去寻找这个答案 一般来讲的话呢 大家可能就是通过这个Format Identifier和和这个Format VN 这个这两个词来进行判断 是不是你之前所保存的那个编辑的进度的这个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对比 然后如果是呢 你可以从你自己存储的这个数据里面寻找答案 把它提取出来 然后把它恢复到之前所存在的状态当中 然后这是我们不多说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开始编辑的时候 它开始编辑的时候 它输入了什么东西呢 它输入了从你的 我们从那个照片编辑当中所提供的图片 以及我们的AdjustmentDeter这么一些数据 我们看一下这个phContentEditInput的这个数据里面有什么东西呢 然后第一个这个多媒体的类型 然后纸类型 然后另外一个创建的时间 定位 location 然后另外一个唯一的identifier 然后接着是我们的调整这个数据 另外一个大家看一下 这个InputMig这个地方 大家仔细看一下 第一个是它传进来的图片 也就是你选择的那张图片 另外一个是它的Migurl 也就是它存储的这个url 到时候我们可以把 如果我们到时候把数据修改完了之后 我们保存的话 我们就会把就会把数据保存到这个地方去 然后去覆盖我们在照片应用当中所存在的照片 好 我们看 那么在这个地方 我们一般来讲 我们可能是 我们是比较需要 把这个照片提取出来 然后再显示到我们的扩展当中 现在就完成了这么一个操作 然后另外一个部分 当我们在这个数字框当中输入文字 然后接着呢 当我们点击这个应用渲染按钮的时候 我们需要把这个文字渲染到这张图片当中去 然后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涉及到一些 嗯 CoreMig这个框架里面的一些知识 然后大家可能如果不太熟悉的话呢 大家可以在麦子学院寻找一些相关的教程 来了解答案 然后首先我们看一下 我们先找到它的宽度 然后高度 然后高度 然后接着我们 PSICS 开始渲染 OK 现在呢 我们需要把我们之前的图片也渲染渲染上去 然后接着 接着呢 我们可能需要把这个文字渲染上去 那么我们接着接着来 然后我们首先确认一下我们的文字是什么 嗯 等一下 然后现在我们可以把文字 把文字我们 cgpoi Ultimake ok 然后我们现在把文字可以渲染上去 当我们渲染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呃 它的渲染的位置啊 或者是它这个文本的字体的大小 还有这个字体的颜色 我们这儿为了剪辫呢 我们就直接改一个字体的颜色好了 然后这个地方 字体的颜色 for blonde eyes 哦对这个 然后接着它的值呢 是为了为了明显 看的比较区别比较明显 那么我们就设置为红色 现在我们已经把图片渲染上去了 文字渲染上去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做什么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当我们把这个渲染的图片提取出来 我们ok 嗯我们可以 end image 哎 这是我们渲染 渲染出来的 最终我们需要的图片已经找到了 然后我们可能需要释放一下相关的一个context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把它更新上去 ok 这是第一步 我们在现在我们来添加一下注释啊 这个主要的作用呢 就是 把文字把文字把文字渲染到渲染到一张图片上然后实时的实时的显示显示出来 然后大家可能主要看一下这个地方 获取最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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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层的深层的深层的图片 然后这是刷新远 然后接着 这是我当我们渲染的时候 接着我们